我是京城出了名的病秧子美人 今天受了惊 握了三天床 明天吹了风 灌了半个月药汤 众人都觉得 我活不过二十岁 士林的勋贵弟子 更是对我避而远之 生怕一不小心 娶了我这个短命鬼进门 直到 庆贺大军凯旋的宴席上 皇帝为我跟兄民在外的小侯爷赐了婚 我娘是圣上钦锋的大长公主 身受龙恩 作为她唯一的孩子 我一出生就封为郡主 就连名字都是圣上钦刺 跟着皇子公主们一起排辈 永安 皇帝舅舅希望我永远平安 可偏偏 我是个病秧子 从小我就知道 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娘带我去赴宴 别人家的小孩都在廊下玩耍 而我只能待在娘的怀中 听他们大人讲话 在外面 娘从来不让我乱吃东西 因为稍有不慎 我就会上土下泄 我屋里的火盆常年点着 住在隔壁的招招 姐姐来找我玩 总是带着一身肺子回家 家中的抚衣 更是常年三班倒 房的就是我需要的时候 人找不到 十岁那年 我跟三公主永家一起落了水 永家衣服一换 继续蹦蹦跳跳 啥事没有 我去高烧半个月都没有退 娘连棺材的定金都交了 幸亏皇帝舅舅 让人快马加鞭 从江南请来了神医 神医离开前说 小郡主体弱 若是不好生姜养 恐活不过二十岁 这话被人传了出去 转着转着 传没了中间那句 那之后 薰桂世家都知道 大长公主家的永安郡主 活不过二十岁 我体弱这个毛病 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 每次提及此事 娘都会将爹拎出来大骂一顿 若不是你在外招风引蝶 我的安安 怎么会遭这么多的罪 爹年轻时候 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作为炭花郎游街的那天 被娘一眼相中 金窝里长大的公主 跟素来以青莲著称的 御史的结合 不知道震惊了多少人 相中爹的 可不止娘一个 得知娘有了身孕 爹的一个失心疯爱慕者 因为极度 买通了长公主府中的下人 给娘下了毒 虽说发现了及时 但是娘的身体 终究还是受了影响 娘说 我出生的时候浑身发紫 那哭声小的 耳朵不凑近点都听不见 因生我的时候伤了身体 太医诊断 娘这辈子再不可能 有其他的孩子了 也因为这些 爹在我们娘俩面前 就没有直起过腰 堂堂大圣第一御史 尚敢指着陛下的鼻子骂 下能跟市井流氓吵架 面对娘 却如同一只安蠢 一生都不敢知 对于我 爹更是万分愧疚 不管冲我来 为何要为难我的女儿啊 爹说这话的时候 我在床上病着 杨在床边哭着 她在床下跪着 在悉心呵护 外加数不清的 珍贵药材调养下 几近那年神医再次进京时 终于改了口 郡主虽说身体比一般人差点 但是总归性命无余 神医这话说的过于保守了 那差的是一点吗 大皇子跟二皇子 举办马球比赛 永家拉着我一起去看 我被在我面前 养起蹄子的马吓了一跳 当晚就陷入了梦魇 躺了三天才恢复精气神 几商书家的千金组织 去郊外踏青赏花 我好不容易求了娘的同意去参加 可没想到 到了山顶天气骤变 因为吹了风受了凉 连喝了半个月的药 这满京城的千金贵女 就没有一个像我这般 十天一小病 一月一大病 每逢换季 还得来一场特大病 关于我活不过二十岁这件事 也越传越广 就连随着家人 去外地上任的招招姐姐 都听说了传闻 在往来的书信中 询问我的情况 虽说爹娘不止一次 对外解释之前 不过是谣传 但是在外人眼里 那不过是他们爱女心切 自欺欺人罢了 毕竟我的病情一向保密 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也不知道 他们明面上附和 背地里却是对我活不过二十岁 愈发深信不疑 急急之前 上杆子讨好我的世家千金 与勋贵弟子 不知道有多少 因为我开心了 爹娘就开心 长公主一开心 流水般的赏赐少不了 林御史一开心 在朝堂上 高抬贵手少说几句 不过是举手之劳 可急急之后 围在我身边的 基本上就只剩下 十家千金了 同龄的勋贵弟子 都对我必而远之 毕竟谁也不想 娶一个短命鬼进门 荣华富贵虽好 但是前途性命更重要 若是一不小心怠慢了我 那等待他们的 必然是大长公主的震怒 以及御史台的弹劾 皇帝舅舅倒是想帮忙 甚至提出 让我在几位皇子表兄里面挑一个 但是娘拒绝了 强扭得瓜不甜 陛下的几个儿子 都不是省油的灯 安安身体不好 掺和不了他们那些勾心斗角 爹宽慰娘 我们就安安一个孩子 我巴不得他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 娘反手给了他一厨子 那要是哪天你我不在了呢 安安又该怎么办 要不是你在外招风引蝶 安安又怎么落到今天这样 堂堂一个郡主 连个夫婿都找不到 这话无疑又勾出了爹 埋在心底的痛 当天晚上 他在书房里哭作了一夜 娘看他实在是过于可怜 难得说软话 算了 你也别难为自己了 等安安大一些 那些谣言自然不攻而破 两人已经做好了我二十岁之前 都嫁不出去的打算 谁知事情 在我十七岁生辰刚过不久 有了反转 恰逢抵御北伦的边君大圣 皇帝舅舅邀文武百官 携家眷一同庆贺 宴席上 年过六旬的老中永侯 颤颤巍巍地跪在大殿中央 陛下 老臣已是大半个身子 都已经埋在了土里 如今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着我的孙儿成家 皇帝舅舅问他 不知钟永侯是 看中了哪家的姑娘 老钟永侯在殿内扫了一圈 最终目光落在了 我们一家三口身上 老臣斗胆 为我的孙儿求取永安郡主 此话一出 除了嘴角快裂到耳根的皇帝舅舅 满堂皆经 老钟永侯的孙子 名为顾锦川 他双亲早逝 因为钟永侯府 早早就上了成绝的折子 在外行走 人人都称他一声顾小侯爷 顾小侯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勇猛异常 人送外号遇面掩望 此战能大胜 他立功不小 升官家值是必然的 更何况他如今才二十几岁 前途自是不可限量 大军班师归巢的那日 我跟永家站在临街的二楼窗口 呼喊他名字的声音连成了一片 更有数不清的香囊手帕 扔到他身上 顾锦川若是放出话来想娶亲 这京中摩拳擦掌的千金 不知道有多少 又何必求取一个 传闻活不过二十岁的病秧子 对此 散谢后回家的路上 爹这样说 不愧是历经两朝屹立不倒的人 这老忠永侯当真通透有远见 日后顾锦川接过老侯爷的担子 并会成为朝中各方势力 争相拉拢的目标 老侯爷这是怕他年轻气盛 识人不清 早早为他找好靠山 我跟你娘 一个是陛下亲妹 自小一同长大 感情深厚 一个是监察百官的御史 只忠于陛下 要是论中立 没有人能比得过咱们家 你二人一旦定下 就算有人想要拉顾锦川下马 也要掂量掂量 自己能不能惹得起你们身后之人 如此 陛下也能放心 爹说完 娘嗤之以鼻 刚刚在席上 他们都在巧声说 顾老侯爷是老糊涂了 那顾锦川配咱们家安安 真是白瞎了 殊不知 咱们才是被占了便宜的那一方 我心想 这不过是他们两人的猜测 就算中了 也不过是老侯爷的想法 那顾锦川呢 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态度 赐婚圣旨下来的那天 跟着圣旨一起来的 还有顾锦川的耕帖 而送耕帖的人 正是他自己 圣旨宣读完后 顾锦川顶着爹娘警惕的注视 一步跨到我跟前 永安郡主 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说起来 我对顾锦川的印象 还真是不怎么好 以往他还在精忠的时候 我二人几乎是没有什么接触 那时候 他在世家圈里出了名的桀骜不驯 不学无术 甚至干出过 因夫子责骂他顽劣不堪 将人套上麻袋 扔到了城外这种不尊师重道的事 唯一一次正面交集 是他打马字街上经过 恰好碰上了 载着我跟永家的马车 马受了惊 我一头撞在了板子上 脑门上历时冢起了好大的一个抱 永家气不过 命侍卫将他拦住给我道歉 他却挥着马鞭 直接从包围中闯了出去 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 郡主既然身体不好 那就应该好生待在家里 别出来乱跑 你在街上驾马畸行 你还有理了 身体不好 怎么了 用你家的大夫 吃你家的药了 我怎么就不能出门 看着他一溜烟跑没了影 别说永家了 就连我都是满腔的怒意 本想去找爹娘告状 可刚到家里 就听说钟永侯世子 带着妻女去访友 回来的路上 遭遇了仇家埋伏 十几人的车队 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老钟永侯为我大生守了 大半辈子的边关 好不容易到享福的时候 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更可怜了顾家的那孩子 爹娘妹妹都没了 钟永侯世子夫人我自是见过的 温温柔柔的一个人 他家的那个小女儿 更是讨人喜欢 走起路来蹦蹦跳跳 见谁都带着笑 会甜甜的管我叫郡主姐姐 还给我塞过糖果 告状心思歇了下去 难怪顾锦川那么着急 当街横冲直撞 算了 他如今这么惨 我也不好再跟他计较 我跟永家串好了口供 爹娘问起头上的伤 也只说是自己不小心 那之后没多久 就听说钟永侯上了成绝的折子 顾小侯爷似乎一夕之间长大 一改之前的不羁 整日待在叫场 在后来 北伦来犯 爷孙俩一起上了战场 水泻里 我跟顾锦川隔岸而坐 到底是在战场上拼杀过的人 如今他身上在没了之前的少年气 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肃杀 他一个眼神过去 近来侦察的丫鬟手都抖了一抖 相比他的自在 我倒是更像个客人 大口气都不敢喘 我轻咳一声 顾小 小侯爷要跟我说什么 话音刚落 顾锦川东的一声单膝跪地 吓得我倒吸了一口气 干什么 你这是要干什么 少侍不懂事 冲撞了郡主 今日在这里给郡主赔罪 提起来的心放了下去 道 道也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我自知一介粗人 委屈了郡主 关于大婚之事 郡主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只要我忠永侯府办得到 一定满足 成亲之后 郡主不管做什么 我都不会干涉 我此生也绝不会纳妾 就算过几年 郡主归了西 也绝不另取 本想借着喝茶掩饰尴尬 听到这话 口中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茶 差点喷了出去 我看着一本正经的顾锦川 真是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 我真谢谢你宽容大度啊 咱俩还没成亲呢 你连我死后的事都安排好了 我怀疑 顾锦川在战场上流的 不仅有血跟汗 还有他的脑僵子 怎么会有如此不懂风情之人 皇帝舅舅让他趁着官职 未定有空闲 跟我培养一下感情 逛街听戏游湖划船赏景 男女之间增进感情的法子 不知道有多少 他倒好 跟上宫似的 每天天不亮 就等在了长公主府的大门外 我们一家三口起来的时候 他人都已经在大厅挂完一壶茶了 总让人等着 可不是我们家的代客知道 顾锦川凭借一己之力 将整个长公主府的起床时间 都提前了半个时辰 早饭后 他就跟着爹一起上朝 他倒是知道男女大房 下朝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跟爹一起待在书房 直到晚饭吃完再回忠永侯府 爹对着我们娘俩大吐苦水 我已经好几日没有参人了 今天记上书还打去问我 是不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我那是不中用了 我是写不出来啊 他往我面前一坐 什么也不干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骂人的话 是一点都写不出来啊 娘劝爹 为了咱们安安 忍一忍吧 不管怎样 那孩子心意是好的 你看 这段日子都没有人拿麻袋套你了 这话倒是没错 就爹那对天对地 天王老子来了 也要参你两句的行事作风 在朝中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 他们明面上不敢跟爹过不去 但是背地里小动作却是不少 自从顾景川跟着爹一起上下朝后 什么当街蓝人天降花盆这类事 再没发生过 不过我觉得 娘之所以对顾景川的印象改观 最重要的原因是 能吃光他亲手做的菜的人 顾景川是头一个 第一次见他面不改色 吃下娘做的菜的时候 我惊为天人 你 你也不用过于逞强 顾景川面无表情地擦了擦嘴 郡主多虑了 在战场上被围困淡尽粮绝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 生肉草根我都吃过 跟那些相比 殿下做的菜已是人间美味 在一旁的娘红了眼 直呼 孩子你受苦了 日后你不要客气 想吃什么跟本宫说 本宫给你做 不敢麻烦长公主殿下 以后都是一家人 应当的 都说女婿如绊子 看得两人互相推让 嗯 是有点母刺子笑那味了 爹 常年生活在家中的底层 如今有了顾景川 地位又有下降的趋势 我也是于心不忍 在顾景川又一次准备去书房 找我爹的时候 将人拦下 顾景川显然愣了一下 面带疑惑地盯着我上下打量 我被盯得直发毛 但是想到爹那张苦瓜脸 还是硬着头皮开口 我最近心得了福字画 你跟我一起鉴赏一下 郡主喜欢字画 他眉头微微皱起 若有所思 那我可能要扫了郡主的心 我对那些一窍不通 那那就算 不过我身上有一本 可以强身健体的全谱 上面有字也有话 郡主要看看嘛 这套全老少皆宜 刚好您跟御史还有殿下可以一起练 我 我 我就不用了 爹 娘说的对 都是为了我 你还是继续苦着吧 好不容易目休 爹把我跟顾景川赶出了家门 景川离京多年 恐怕对京中早已陌生 今日爹出钱 你带他好好去逛一逛 顾景川略有迟疑 郡主的身体 可以出门吗 爹忙不迭点头 不妨是 小心一点 不妨是我 爹 您变了 跟顾景川出门 真的很没意思 问他觉得哪个善面好看 他说随你 问他喜欢什么口味的糕饼点心 他回你都可以 好不容易熬到晌午 我带他去这几年京中最为出名的茶楼 尝尝他们家特色的茶香鸭 雅剑格音不算好 我跟顾景川刚坐定 就听隔壁传来的声音 好巧不巧 他们讨论的人 是我 他们顾家怎么如此想不开 竟然要娶那么一个短命鬼 那可不是一般的短命鬼 论长相 京中那些世家千金 谁也比不过他 更何况长公主府富贵滔天 我倒是想娶 可家里人不让 你们不知道吧 王兄还画过一幅郡主出狱图 我曾有幸一观 真是香艳啊 王兄大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亲眼见过呢 那是 我的画工可是受过名家指点的 被点名的人印到 就是可惜了 奈华被我娘没收了 我娘也是 一幅画而已 不让人碰 还不让人想了 永安郡主身体本就不好 到了那么个杀神手里 比如说二十岁 可能用不了多久 就香消玉云 那不是更好 用王七的钱养心腹 岂不美哉 还是赵兄你有远见 那永安郡主那般柔弱 也不知道在床上受不受得 我素来知道 世家贵族没少在背后议论我 但是想不到 他们竟然如此过分 当着我的面 恭恭敬敬 进退有礼的世家弟子 背地里竟然是这副嘴脸 前所未有的怒意涌上心头 站起来的那一瞬 看东西好像都有了重影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这就去 去找他们算账 话还没说完 顾锦川就一拳砸在了桌上 听见那木头碎裂的声 我的心跳似乎都停了一下 顾锦川脸黑得吓人 眼底一片忧深 似乎那里面藏什么凶兽 即将破龙而出 让人心生惬意 我下意识抓住顾锦川的袖子 你 你别这样 我害怕 剩下的话 随着顾锦川一把甩开我夺门而出 咽回了肚子里 他就这么丢下我了 应当的 这要是换作是我 也会觉得生气丢脸 胸口闷得 让人喘不过气来 耳边更是嗡嗡作响 等回过神来 就听见隔壁传来打斗的声音 伴随着凄惨的好叫 还有对方的求饶 顾小侯爷 我们错了 小侯爷 饶了我们吧 所以 他不是因为觉得丢脸生气 拂袖而去 而是教训人去了 悬着的心 似乎落回了实处 心中头一次生出了 嫁给顾锦川 似乎还不错 的想法 至少他身手厉害 有他在 就不用怕别人欺负我 许是这一天过得太过于刺激 当天晚上我就发了热 这事自然瞒不过爹娘 羊咬牙切齿 竟然敢在背后编排网 这事没完 爹更是放话要一餐到底 不会放过他们任何一家 不过他们都没有顾锦川动作快 第二天顾锦川就一家一家找上了门 将参与此事的人 都送进了经兆府 送进去的理由 也是千奇百怪 什么吃饭不给钱 当街调戏梁家妇女巨重赌钱 那些人家中的长辈 倒是想求情通融一二 但是偏偏人证物证俱全 这事在京东贵族圈里 也算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之前都说顾锦川求我是被老侯爷逼的 如今倒是转了风向 变成了顾锦川在离京前 就对我情根深重 这才一回来 就迫不及待让老侯爷主动上奏求曲 京中八卦 素来爱捕风捉影 扭曲事实 我早就深有体会 不过有一点 我倒是很好奇 我问来探病的顾锦川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些证据又是哪来的 他难得说话的时候不盯着我的眼睛 郡主怕是忘了我之前 认识几个消息灵通的人也很正常 不说这些了 我今日是来给郡主赔罪的 又赔什么罪 不会又要跪吧 那日我一时气急 吓到了郡主 我以后不会了 我看着顾锦川 不自觉的抿了抿嘴 你倒是能屈能伸 顾锦川似乎终于想起 上别人家不应该空着手这个礼节了 不过 怎么每次带的 都是东三街那家的点心 郡主不喜欢 这倒也不是 我已经连着吃了三天的桂花糕了 你明天能不能换一样 好 他答应的倒是利落 结果到了第二天 怎么还是桂花糕 顾锦川底气略微有些不足 我 今日去的晚 其他的都卖完了 明天 明天我一定早点去排队 合住你们中勇猴府 都没有吓人的嘛 买个点心 还要自己去排队 郡主的是 岂能借他人之手 他说的理所当然 我悄悄转过头 不想让他看到我已经红了的脸 这人 怎么变得这么会说话 顾锦川似乎真的是一夜之间开了窍 竟然主动邀我去游湖 但是 顾锦川 你怕水 郡主说笑了 我行军赶路 躺过不知道多少条河 怎么可能会怕水 那在深的河 上面也有桥 再不计还有浅滩 你不害怕 那船一开 你怎么就浑身冒冷汗 坐在椅子上 一直不挪窝 你不害怕 你腿抖什么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人 就是死鸭子嘴硬 朝中无甚大事 皇帝舅舅决定 带着百官一起去围猎 顾锦川被皇帝舅舅任命为 禁军副统领 在这次围猎中 更是负责整个围场的安全 他骑马出来 身后跟着一众禁军 那叫一个英姿萨爽 众目睽睽 他策马停在我面前 郡主 不要乱跑 以防被乱见伤道 明明是句关心人的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 却像是发号施令 人走远了 永家在我耳边叙叙念 这顾小侯爷 真不愧是玉面掩望 那气势可真是吓人 吓人嘛 我怎么不觉得 其实他这人 还挺好的 虽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 说话有时候以直来直去 甚至有点噎人 但是 真的挺好的 来了永家的调笑 泽泽 之前我还担心 你跟他合不来 现在看来 挺好的 不过我可要提醒你 不少人对他可都没死心 一个个的 都想着等你没了好 嫁给他顾锦川做续弦呢 给顾锦川当续弦 让他们等去吧 看谁先能熬死谁 尤其是许昭柔 我可是看见了 顾锦川回京游街那天 就数他喊的最大声 你瞧瞧他看你的眼神 恨不得将你给吃了 许昭柔是敏叔姨母的女儿 敏叔姨母跟娘 虽不是一模所生 但都是先皇的孩子 按照辈分 许昭柔应该跟永家一样 叫我一声表姐 但是他自小就跟我不对付 每次见到我 别说叫人了 说话都是家枪带棒 我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平日里能避则避 说起来 之前被顾锦川 送进京兆府那一批人里面 还有他的哥哥 他喜欢顾锦川 我顺着永家示意的方向望去 刚好看见许昭柔 冲我翻了白眼 难怪之前跟娘一起去 置办首饰碰到他 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 不是眼睛的 何注是因为这样 喜欢也没用 我跟娘真不愧是七娘俩 她当初被爹的爱慕者下毒 如今 我被顾锦川的爱慕者刺伤 围场看台上人多 我便想着出去透透气 永家看得正起劲 我就没有叫上他一起 没走多远 身后就传来许昭柔的声音 表姐等等我 这可真是稀奇 平日里连我的名字都不屑叫 如今倒是叫上表姐 是出反常必有妖 但是偏偏许昭柔 像快甩不开的年糕 一路无话 直到周围只剩下 我跟她还有各自的丫鬟 许昭柔这才阴瑟瑟的开口 表姐 我有时候真的羡慕你 见她表情不对 我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你说笑了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林永安 都是公主的女儿 凭什么你一出生 就被封为郡主 连名字都跟永家他们一起排辈 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凭什么你爹是玉石 我爹却只是一个私品的贤侄 凭什么你从小被爹娘宠着长大 我爹娘眼里却只有哥哥 这人真是疯啊 我是郡主 那是因为我娘是当今圣上的亲妹 我爹是玉石 那也是她自己考中状元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你不如你哥哥受宠 那你应该去找敏叔姨母 还怪上我了 许昭柔的脸愈发猙獰 为什么你能嫁给顾小侯爷 而我却要远嫁到西南 这辈子可能都不能再回来 明明是我先喜欢上她的 我从小就喜欢她 一直在等她回京 可钟永侯却主动为她求娶你 虽说早有防备跟她保持距离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 她竟然直接掏出一把匕首 林永安 你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身边的丫鬟被许昭柔的人置住 并秧子的弊端 在这种时候体现了出来 面对许昭柔的突然发难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 竟然来不及做出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匕首离我越来越近 万幸的是 在这危急关头 一只剑破空而出 射中了许昭柔的手 让他本来瞄准腹部的匕首 偏了方向 擦腰而过 永安 顺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 顾锦川正策马赶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弓 害怕委屈 再加上疲漏被划破的疼痛 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看着顾锦川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也不知怎的 我脑子里只浮现出一句话 顾锦川 这次你真的要下跪 给我赔罪了 皇帝舅舅知道 许昭柔刺伤我的事 大为震怒 将他送去了城郊的静心寺 那是专门关押犯了罪的女眷的地方 他余生都将在那里度过 这下 他再也不用离开京城了 长这么大 我虽说大病小病不断 但是那还是第一次受外伤 爹娘万分重视 得知这里面还有部分原因是 许昭柔喜欢顾锦川 更是将人大骂了一顿 赶出了长公主府 之后不管顾锦川怎么求 在外面等多久 都不许他再进长公主府的门 直到婚期临近 老侯也亲自上门 当着爹娘跟我的面 抽了顾锦川一顿鞭子 爹娘这才松了口 大婚的前一天 顾锦川消失了一整个白天 消息传到长公主府 爹娘坐立难安 难不成顾锦川 临了反悔了 娘反手给了爹一厨子 我之前就说差不多就行了 你非得说不给他点教训他 不长记性 这下好了吧 你女婿跑了 殿下 不是 你还敢还嘴了 要不是因为你当初招风引蝶 安安也不至于找不到合适的夫婿 最后让陛下赐了婚 爹挨了一天的骂 直到收到侍卫传回来的顾锦川的消息 这才消停 跟爹娘不同 我倒是一点都不急 毕竟自打顾锦川被禁止进出长公主府那天起 每天他都翻墙来看我 第一天 是给我赔罪 第二天 是给我带东三街那家点心铺子的点心 第三天 是给我送军中特制的外商药 如我所料 当天晚上 消失了的顾锦川准时出现在面前 顾锦川 你白天干嘛去了 军营中有事 去了趟城外 那现在处理好了 嗯 处理好了 顾锦川 再过几个时辰 你我就要成亲了 你紧张吗 不紧张 顾锦川 你手出汗了 我估计 我可能这辈子都很难从顾锦川嘴里 听到他说喜欢我的话 他不说 那我也不说 我也不会告诉顾锦川 我早就知道 他将我的兴趣爱好 撰写成册随身携带 也早就发现了 他总是时不时偷看我 我更不会告诉他 我其实知道他大婚的前一天 去了哪了 境外白马寺 几千的台阶 他一步一叩手 无怨庆其所有 只求无期永安此生安康喜乐 番外 顾锦川 请陛下赐婚 是跟我祖父回京之前就商量好的事 经此一意 几年内北伦都不敢再作乱 祖父活不了多久了 京中水深 祖父总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 我想说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我一个死人堆里出来的人 怎会怕那些阴谋诡计 但是看着祖父那张慈爱又殷切的脸 到了嘴边的话 却说不出口 祖父只有我一个亲人了 长辈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我总不好辜负他的心意 祖父为我选中了永安郡主 她是大长公主的女儿 据说活不过二十岁 长公主是陛下亲妹 林玉石又是出了名的鬼精 有言不尽 陛下对着两人 素来信任 他们只有永安郡主一个孩子 势如珍宝 日后就算是郡主不在了 看在她的面上 两人也会对你照顾一二 只是苦了你 年纪轻轻 就要当一个官夫 官不官夫的无所谓 我本就无心男女之事 娶了谁都一样 对于永安郡主的印象 还停留在年少时 她身体不好 很少在外走动 偶尔在宴席上碰见 周围总是围着一圈的人 她安静地坐在中间 像一尊琉璃娃娃 那时娘总是再三告诫我 要离永安郡主远一些 永安郡主金贵 万一你不小心伤了她 我跟你爹可保不住你 娘多虑了 女孩子柔柔弱弱的 最是没劲 我才不稀罕往她跟前凑 几年不见 这尊琉璃娃娃愈发精致了 这大半店的女眷 就数她最打眼 人生顶沸中 她坐在长公主跟林玉石中间 手里拿着一个果子低头啃 一个果子啃完了 她偷偷朝桌上 那盘果子伸出小手 却被长公主一巴掌 给拍得缩了回去 她没有发现我在偷看她 说起来 我还欠她一个赔罪 那年得知爹娘跟妹妹的死讯 我一时情急 在街上冲撞了她 也不知道过了这么久 她还记不记得 不管她记不记得 这个欠是一定要到的 不过这次不方便 等下次见面再说吧 听闻她脾气很好 应当不会跟我计较的吧 听闻陛下让我跟永安郡主 培养感情 祖父一脚将我踹出了门 从今天起 你就住到长公主府吧 我又不是坠婿 住到人家家里 像话吗 不过早去晚归倒是可以的 淋浴时在家中地位之低 真是丢光了我们男人的脸 长公主做的菜 真难吃 永安郡主可不要随了她 郡主好像有点怕我 跟我说话的时候 总是小心翼翼 吃惊的时候会瞪大眼睛 好像我小时候养过的小金鱼 郡主病了 大夫说是因为 受精外加气急攻心 她本就白 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更是像个桃子娃娃 脸上一点蟹色都没有 我后悔了 不应该当着她的面发火的 早知道 教训那些人的时候 下手就应该更重一些 林浴时跟长公主和我说了很多 关于郡主的注意事项 她怕冷 常年手脚冰凉 变天了要盯着她多添衣服 晚上要给她盖好被 她也怕热 夏天屋子里一定要注意通风 不然会中暑 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药 所以格外喜欢吃甜食 尤其是东三街拐角那家铺子里的点心 她吃不了一点辛辣 最喜欢的水果是甜瓜 不过那东西姓寒 不能让她多吃 她喜欢小猫 但是一定不能让她养 因为她一碰猫毛 就浑身起疹子 她喜欢玩水 可以带她去游湖 记得要带上披风 湖面风大 我又私自加上了一条 她胆子小 千万不能吓到她 她可真是个娇气包 永安受伤了 她表妹干的 但是起因 竟是因为极度永安能嫁给我 长公主跟林玉使大怒 他们拦着不让我见人 若是你不能处理好身边的英燕燕 等永安好了 我二人就去求陛下 取消你二人的婚事 英燕燕 我身边的姑娘就永安一个 我连她表妹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确实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那什么表妹在哪呢 想杀人 幸好永安没有怪我 还愿意嫁给我 成亲当天 我站在洞房外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心里是从没有过的忐忑 都说第一次会疼 我力气大 万一伤了她怎么办 她之前的伤刚好没多久 能经得起我折腾吗 永安给我生了一个女儿 太医说 她本就身子骨不好 日后恐怕很难有孕 永安知道后 难过了好一阵子 顾锦川 若是没有儿子 这中永侯府 日后可就没人继承了呀 你说 等以后到了地底下 顾家的先祖会不会怪你呀 我不管 你当初可说了 此生绝不纳妾 瞎想什么呢 女儿也是 男子和大丈夫 一口唾磨一根钉 许出去的诺言 怎么会反悔 永安嫁给我的第十年 北伦来犯 我挂帅出征 娘俩眼泪汪汪的 送我到城门口 嗯 有点舍不得 好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上战场 别搞得跟生你死别似的 该死的北伦 看老子这次 不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 神老子的 这帮北伦人学聪明了 还会放案件了 被射下马 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眼前闪过的是 永安的脸 她性子柔弱 身体还不好 受伤这事 一定要瞒着她 不然她还不知道 要被吓成什么样 哦 没瞒住 线上抹了毒 我昏迷了半个月 一醒就看见 本音在京中的永安 趴在我的床头 我想摸摸她的头 但是却发现 连手都抬不起来 她睡得并不安稳 我稍微动一下 就睁了眼 呜呜 顾景川 你吓死我了 永安没注意 自己压到了我的伤口 算了 她哭得这么可怜 我就不提醒她了 虽说一睁眼 就能看见她很是欢喜 但是 从京城到边关这一路路途遥远 你万一路上病了可怎么办 如今战事还没结束 边关并不太平 要是遇到了危险 又怎么办 一想到这些 我只觉得后怕 胡闹 谁让你来的 全文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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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